我叫梁晓晋,是名大二学生 生在普通家庭,上普通大学,有普通室友 平时在附近的超市打工 我以为我的大学生活就会这样平淡无奇地度过 直到有一天,他出现在我眼前 但是我有个致命的弱点 见到女生变哑巴 没关系,可以写情书 但是什么,他们真的知道 他们都看了这些人,但他们都看了我 但是他们都看了我好像猛 我真的不知道,但他们都看了我 我都看了我 但是他们都看了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为什么 为什么 这到底是为什么 我这么真心的去表白 到头来却总是失败 老天 请给我个答案 所以我决定 在哪里爱上他 就在哪里忘记他 亲爱的小陆 第一次在这家超市见到的 就一下子喜欢上了你 也许你没留意到 从那天起 你身边出现了一个 男扮女装的傻瓜 一个在你身边 无声走过的普通男孩 这一切 只是因为我想让你知道 我喜欢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对 为了 决定 先 爱 可爱 看阿姨拿的球 真要往下走的一下吧 您 您好 我是詹娜的 刀游四 把四碗撈上去 我不接受采訪 謝謝 謝謝 情人節有表白欄可以告白 還送牛肉筆 貼心吧 這磨豆也能替你告白 想表白趁現在 聽見沒 你幹嘛呢 還情人節呢 找給我幹活點 我可以 好了 收工了